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来读约伯纪十三章二十到二十八节 接下来让我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 我就不躲开你的面 就是把你的手说回 远离我身 又不使你的金黄威吓我 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 或是让我说话 你回答我 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嫌 你为何掩面 拿我当仇敌呢 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 要追赶枯干的碎阶吗 你按罪状刑罚我 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 也把我的脚上的木狗 并窥查我一切的道路 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 我已经向灭绝的烂物 向重铸的衣裳 以上是今天的经节 虽然今天只有短短的八节 我仍然是把它分成两个小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二十到二十三节 第二个部分是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 第一个部分 最主要是提到 约伯求主不要隐藏又威吓 然后愿意担任一种被告或者是控方 然后在二十三节就求神能够指出罪恶 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是 询问为什么神要颜面惊动追赶他 那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 这八节的经文 首先 约伯向神提出了两个请求 这样子他才不会离开神的面 在二十节的地方 接着在二十一节 他就提出哪两个请求 第一个请求 他是提到说 神不将手说回 意思是讲到 他要求神不要不理会他 要听他的呼求 第二个请求就是 会有离开神的那个意念 答应这两个 答应这两个请求的话 这样子不管他在为他自己申辩 作为一个我刚才所提到的被告 或者是控告 他这样子都能够能够跟神一来一往一往的这样子的一个对答 接着 约伯伯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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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地抓住神 即使他面对了这么大的苦难 或讯伯伯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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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呈够能够能够持续地抓住神 我想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好好的想一下 接下来 约伯他开始向神发出问题 也描述向神描述他自己的一个景况 在二十四节 他问到神说 难道看不到他的困苦的景况吗 竟然对他颜面 甚至看他为仇敌 然后二十五节提到 约伯用惊动风吹的叶子 还有枯干的碎阶来形容他悲惨的现况 二十六节 约伯猜测神对他的悲惨的状况 可能是因着他年幼的时候所犯的罪 我想这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 二十七节 他接着说 甚至他的一切的行动都在神的一个掌控当中 就好像上了木狗一样 这个木狗就是所谓的一个 足 脚疗 一个 把脚绑住的一个 像在囚禁罪犯的一个刑具 他就觉得他失去了自由 一切 其实 神都在监察着他 二十八节 他又形容 将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形容更惨 形容像是一个灭绝的烂物 一个 快要 没有的东西 而且是发烂的 然后说他自己像是一个重铸的衣裳 所以在这短短的这八节里面 我就在想说 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选择远离神 认为神已经离弃我了 那我们也可以来学习约伯 他一次一次的自我反省之外 他也选择 不断的在神面前 跟神来对话 跟神来祷告 甚至于他为他自己来生辩 就在昨天我就看到了这个吴献章老师 他所著作的一本 有关于约伯的书 他提到 约伯的这个境况 像是一条船搁浅在沙滩上 所以搁浅表示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短暂的 他提到说 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面对 也需要知道 知道上帝的信实 他的灵在 还有不可思议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不是离开神 我们的选择是 不断的在神的面前 向他呼求 跟他祷告 甚至于为自己来生辩 以上是我今天 跟大家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 跟有限 我们仅仅会用自己的眼光 跟想法 来解读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谢谢你借着约伯的这样子的一个苦难 跟神的对话 让我们知道 你人是那位信实的神 你一直是在的 即使我们感觉不到 其实你一直都在 你也是愿意与我们对话的那位神 感谢主 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